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腰闪了 我还以为你入戏了 快坐 快坐 你就是平时锻炼的太少了 知道不 但是这话说回来 这还真不能怨你 现在这生活条件也太好了 一天啥活不干 就是相符 现在这多相符啊 老伴想想咱俩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小娘给咱俩忙的呀 可不忙 大冬天我给外面抱财荷 给你烧炕 对 你给屋里扫房 咱家那炕还不好烧 是吧 一烧炕呢 往处跑烟 给你呛的呀 两眼痛红啊 一个稿子就窜起来了 一闹闹的往处跑啊 那就跟孙悟空给炼丹炉里刚出了似的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呢 还好当年咱家那炕不好烧青眼 要不然我都不到你居然是那样的人 知道多少年前的事呢 你别说了啊 那年也是虎年 能不能别说了啊 行 我不说了 我给你们演 我给你们演 小姑娘 你看你慢点 慢点慢点 姑娘 嗯 想不想吃糖葫芦 想啊 那爸问你个事 嗯 爸今天卖大鹅卖多少钱 六百八呀 什么六百八 五百八 嗯 记住了啊 五百八 来 爸给你摸钱 去买糖葫芦去啊 谢谢爸 对吧 姑娘 嗯 我卖大鹅卖多少钱 六百八 五百八 五百八 你这藏点私房钱 你老婆孩子 你都得瞒着 笑啥呀 没藏过私房钱呢 我告诉你啊 我这人说话嘴可老龄了 给我鼓掌的藏私房钱 谁也找不着 不给我鼓掌的藏完私房钱 自己都找不着 回家了 时光一世永不悔 我教大家一招啊 藏私房钱 千万别藏一个地方啊 省得全军覆没 我这一百块钱 分开藏 哎 你看 哎 最武师我藏这儿 OK 最武师我藏哪儿呢 大半 大半 回来啦 回来啦 看这造型 大哥这是都卖了呀 都卖了 卖多少钱啦 卖多少钱 没卖太多钱 你别想骗我啊 我知道你卖多少钱 你咋知道的 我咋知道的 闺女都告诉我了 这是个傻孩子呀 啊 这五毛钱我白给他了 一会儿回来 汤葫芦我都给他造他 拿来吧 五百八 一分都不能少啊 多少钱 五百八 真是个好孩子呀 这孩子随我的 他不撒谎 快点 三毛 媳妇 五百八 一分都不少 都给我了 都给你了 自己没偷摸留点啊 我吃了雄心 抱着胆了吧 那被这媳妇藏私房钱 那还是人吗 那是人干的事吗 还真是五百八 辛苦了啊 媳妇 你要觉得我辛苦的话 给我五十也行 给你五十 给我干啥的 我给你一百呗 那不就二百了 咋样 你还想要二百 我给你三百呗 四百 五百 五百八 都给你了 我不要了 不要了 行吧 不是媳妇 哎呀 这一切 你说你呀 说你这啥好 来 这五百八 都给你 我一毛钱不要 还差不多 要说你干啥事 你还得靠自己 哎呀 哎呀哎 哎呀哎 看什么 那边炕热乎 你往那么点 今儿咋这么贴心 哎哎 哎这我就安心了 行了 你也别个炕热尾了 赶紧收拾收拾 我老爸姨 给他修炕来 这炕真的修一修 我告诉你啊 这一烧炕 这老王叔跑烟 修炕 不行 哎呀 你干啥一惊一乍了呀 这可这炕不能修 咋的了不能修啊 反正这 你就听我的吧 你这炕 你指定是不能修 为啥呀 这炕吧 就是 咋说呢 这炕就是 我刚才算了 今天不易动土 这都啥时候 你还信任这个了 赶紧你把他扑了 往那儿串一串 快点 反正今天这炕 不能修 喜欢 快点 别给我磨叽了 一会儿我爸就来了 带边 修不了 你看 来了 爸 哎呀 妈呀 咋这么快呢 他就外边冷是吧 爸来了 他叫爸呢 我看你是我爸 不是你干啥呢 爸来了 下炕 非肉生气啊 我怕我下来 你更生气 行了行了 我年轻叔叔也这样 我老丈人说话 就通情达理 后来让我老丈人 削一顿你好了 哎呀 不是 老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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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这炕粮 我给你污污 炕粮 那咋不烧炕呢 我不敢烧炕啊 一烧炕这屋就跟磐丝洞似的 全是烟呐 那是炕冒烟了 对 枪烟 要不是就是炕有份 要不就是烟倒堵了 那你咋整啊 爸 来 把这个炕锡给我掀开 我看看有没有份 我拿工具 好 行 爸你先整吧 我把炕锡先整开 来 老丈 干嘛 下来 干啥 快点 把炕锡掀起来 爸修炕 不是 咋的 不行 这是我从牙缝里扣出来的 你多大的牙缝能扣出一铺炕里呀 万万没想到我还没等屋热乎呢 你就要离我而去了 等你把炕屋热乎那得猴年马月 我舍不得你呀 不是我发现你跟这炕感情咋比跟我还深呢 让我再抱你一次 你可憋长得出了 快点 快点 下来 哎呀 哎呀 这家伙真壮烈呀 这锡锅炕感觉 想要拆散一个家庭的感觉 差不多少不吧 行了 你老跟爸闹啊 快点快点快点 快起来 快起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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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嗯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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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钱 哎呀 爸呀 我爸爸没想到你还有回手掏 这个钱是你的是吧 对呀 你妈出门时候说 给你修完炕啊 让我买点年货 这不是吧 又穿红包放我正丢了 到底还掉出来了 你可能刚才先抗袭 劲使大又回去了 我看有份没有啊 有吗吧 没有 没份是吧 干什么 那是咋回事呢 沿倒堵了 来我上去 沿倒堵了 沿倒堵了 你慢点吧 好 怎么样 大奔的 把那桌给我抬过来 好嘞 把桌子给 把桌子给 让你抬桌子呢 行 光跟着行 你倒动一动啊 旱那儿了 马上动 爹啊 爸 你不行的话 你踩我吧 他笑愤 他这 他那意思吧 就是怕你踩那个桌子 太凉 让你踩他 能踩你嘛 爸来回来得拖鞋费劲 再说 爸汗酒 我鼻眼 你有鼻眼 我咋不知道呢 刚得的 快点别磨叽了 我跟你谈啊 快快快 等一会儿 把这东西拿下 对 要让沉 等一会儿呢 你这变成毛毛 这这两个小玩意儿 你还长不动呢 走吧 那东西太急 你这来不及穿鞋都 大奔的 把那句 不是 跟谁说话呢 这是啊 不是 你啥意思啊 爸帮咱家来修炕来了 你啥意思啊 这活儿都是你该干的 你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吗 不 不 不 这活儿都是你资料的 那 我 不 不 不 你资料的 我 你资料的 你资料的 我 你资料的 我资料的 我资料的 这爸的钱 拿着 催好吧 我点太低了 催好了 你这修炕 你这钱怎么还老往来掉 我故意你那兜漏了吧 俩 这怎么 一百块钱呢 那可能是我妈早上给你拿俩呗 你忘了 对了 那指定我妈是给你拿俩 你忘了 再说钱多 它不是好事吗 就别叫这个汁了 就算你卖大鹅 这么正点 不是这个 我说那个 卖大鹅 不是不是不是 老公呀 我说那个 妈 老公呀 来来来来 快快快坐 外面冷是不是 你咋来了呢 找你爸的记性 今天早上我说给他五十块钱 要他回来买点年货 这一回头前辈拿人跑了 哈哈 喂 喂 爸 爸这咋又来五十呢 啥叫又啊 不是 你早晨不已经给我爸一百了吗 给他一百我给他一千呢 我给他 对呀 这钱哪来的 爸呀 对呀 这钱哪来的 对呀 这钱哪来的 对呀 这钱哪来的 不 我问你 是不是背着我藏私房钱了 没有啊 真没有 不可能 爸我要是你的话就承认了 没有啊 我都没有机会藏钱 哪有机会啊 赶紧说啊 这钱哪来的 行啊 这爸也挺不容易的 不用这个黑锅我给他背了 得了 是吧 爸呀 你过来 嗯 我替你解围 谢谢 谢谢 老丈母娘 这个钱 它是我的 老姑爷啊 想替你爸解围 你也得笑得生啊 你妈我眼睛聋 我耳朵可不笑 不是妈 这钱它就真是我的 啥是你的 哪来不你 不你手咋这么快呢 真是我的 哎 啥呀 哪来不你 啥呀 行了 你干嘛抢啥呀 这钱本来就是咱爸的 哎 你可别帮我倒门啊 没成想啊 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 你学会藏钱了 老白啊 藏钱你也就算了 你还给我藏根额毛 老白 跟我说实话 你跟着大鹅到底 咋回事 我不认识大鹅呀 不是 不是 这钱里还有根额毛 齐拉伯 你说这钱里出现一根额毛 你说这钱能是谁的呢 那你出现根额毛 这事多简单的 明显不 大鹅的呗 合理了 妈 一下就合理了 这只大鹅咋的四方钱 这不快过年了嘛 大鹅知道咱这块愿吃铁锅炖炖大鹅 害怕了 咱点四方钱 我想买张票上三亚躲一躲 是吧 去干嘛 哎 哎 哎 站住 你要干啥去 我想上三亚躲一躲 你给我说明白的 你为什么要藏四方钱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不愿听歌吗 我想给你买个录音机 给你个惊喜 还给我个惊喜 呸 你咋那么不要脸的 藏四方钱为我藏的呗 是不是 你都给我藏的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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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啊 我可得说你两句啊 是不是感觉太严了 那大老爷们兜里面能一分钱没有吗 大过年的蓬蓬悠悠 吃吃喝喝 大老爷们都得要个面 你看 我妈说的就对 但是 你说给我闺女买录音机 骗她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妈 妈 你们都 你们不管啊 你俩坐那 今天啊 你必须跟我说明白 你为什么撒谎 骗我 是吧 我真没撒谎 我发誓 我冲灯发誓 啊 我崔大半要是撒谎的话 灯灭 我灭 我灭 不是啊 媳妇 最近的电压不太好 我这个发誓不算 我重发一个 来 我跟她强发誓 我要是撒谎的话 强倒 我倒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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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刚才霸凿的啊 就我重新发誓啊 你看我拿啥发誓 我瞅瞅啊 我 我发誓 老头子 这火人要拿咱俩发誓 快走 快快 爸 妈 你别走啊 崔大魔 媳妇 媳妇 媳妇我 媳妇我错了 媳妇 媳妇 你还敢不敢了你 我再也不敢了